現在要真正進入所謂的電磁學的範圍 就是電跟磁合在一起 我們要先教電流磁效益 這個我們前面也講過了 有一位大哥叫賀斯特 他在上課的時候不小心發現 通電的導線可以使磁針偏轉 表示通電的導線會產生磁場 所以這下面有三個圖 你看看 從左邊數過來 第一張圖 第二張圖 就是電流方向相反 發現偏短的方向會相反 我們上面的第一個第三個圖發現 放的上跟下 雖然第二個圖跟第三個圖 雖然都是往下流 可是放的上跟下 偏的方向也會相反 這個偏的方向向哪裡 就是我們要教的重點 好 賀斯特先生發現電流會產生磁場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電流磁效益 通電之後會產生磁場 我們叫做電流磁效益 請注意 只要有電流就會有磁場 這個磁場是因為電流來的 跟那個玩意兒是不是磁性物質沒有關係 銅不是磁性物質不會被磁鐵吸引 可是銅線上如果導電 它還是會產生磁場 還是有磁力作用 那個作用是因為電來的 叫做電流磁效益 只要通電 它就會有磁場的效果 偏斯特發明之後 這個磁場 然後既然叫做磁場 就是磁力嘛 必須有什麼 大小跟方向 那麼這個電流的磁場的大小怎樣 方向怎樣 國中 基本上沒有計算式 不算大小 最多只告訴你 跟叉叉成正比跟圈圈成反比 這樣子而已 我們的學育重點在方向 方向 OK 我們沒有計算式 所以不會算大小 只有叉叉成正比跟圈圈成反比 那個 二十二發明之後發表論文 安培先生拿來直直細細的研究之後 提出了所謂的安培定律跟安培右手定則 指出來這個磁場的大小級方向 大小跟電流成正比跟距離成反比 電流就是通電的電流越大磁場就越強 這很正常嘛 電流持效應嘛 有電所以有磁場嘛 所以電流越大磁場很正常 跟距離成反比 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這個能量分在外面這一圈上面 一圈上面 所以二拍R 然後R越大 大概分的就會越少 所以呢叫做跟距離成反比 我們叫做長直導線 因為很長 所以沒有邊界問題 然後直直的就直直的就直直的 彎的後面再交 後面再交 所以注意 跟電流成正比跟距離成反比 重點是方向 方向有一個安培右手定則 一根長直導線 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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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握住它 右手握住它 然後呢 大拇指代表電流 電流代號是I I大寫 I就是我 我最大 所以大拇指是電流 很棒 大拇指 大拇指電流 其他四個手指頭就是代表磁力線的方向 或者說磁力線的形狀 或者說磁場的形狀 你可以看到我畫出個什麼形啊 圓形 畫出它是個圓形 所以大拇指代表電流 四個手指頭代表磁場 重點 同時 要注意 每一個地方都有 每一個有 每一個有電流的地方 都有磁場 每一個有電流的地方都有磁場 每一個電流 每一段有電流 所以它實際上是個圓柱體 實際上是個圓柱體 每一個小體 每一個有電流的地方都有磁場產生 每一點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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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讓這個圓柱體來這樣上去的 這一圈一圈的同心圓 同心圓 OK 這個磁力線的形狀長這樣 所以像這邊 跟你所顯示的 安培右手定折 電流方向 手一握 彎彎曲曲 有一個同心圓的磁場 或者說我們磁力線的形狀是個同心圓 磁力線的形狀是個同心圓 這就是我們的安培 右手定折 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誰代表電流 誰代表磁場 你要給我記好 當我要比 你要會比就對了 對 對 對